太阳高高挂 徐徐微风吹来 舒爽的好天气 但时事来到12月 就怕早出晚归会着凉 有民众端袖配上羽绒背心 因为气温忽高忽低 让人难以捉摸 感觉变化无常 像前几天就是突然间很冷啊 那你看今天大太阳 因为我出门的时候才十几度 可是现在走在路上其实就蛮热的 还蛮阴晴不定的 而且听说今天开始会下雨 而且明天好像会降温 出动洋葱式穿搭 虽然清晨入夜冷嗖嗖 但白天却很暖和 前气象局长郑明店 售出全球气温聚频图 目前北半球寒冷气快较小 因此仍然处于相对高温状态 辐射冷却的效应 也让我们在这两天在庄南部 直辨大陆的高压怨力 但是清晨的温度仍然是非常低 白天之后太阳辐射非常有效力 温度又起来 南部的温差几乎都在8到10度 只不过好天气倒数季时 周二开始东北季风增强 双北东半部变天犹豫 尤其周六又有冷空气要来报到 下一波比较强的冷空气 预计是7号的时候会逐渐的南下 那我们可以看到整体的气温 在7号8号甚至到9号 都有逐步在下降的一个过程 那依照我们目前的预报的话 大概在8号晚上到9号清晨 在中部以北跟宜兰低温 有机会下探到14至16度之间 会不会达到大陆冷气船等级 还得持续观察 只是防寒衣物可得先准备好 环宇新闻张晓如黄萱萱台北采访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随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